最后浇一勺油泼辣椒点筋 味觉热辣 口感醇厚丰满 这盘被两代人追捧的锅贴 只有一种馅 猪肉酒黄 酒黄是个鲜味 它本身这个菜就是细菜 你不管做汤也好 做饺子也好 做锅贴也好 它出来 口感就不一样 别人特别酥脆 这我就喜欢 虽然就一种馅 但是就是要比别的地方的要好 李湘恒的双手 在白天用来制造火车 作为卯工技师 从绿皮车时代到高铁时代 他的手艺无可替代 但1997年 妻子吴君洪下岗了 儿子刚满四岁 夫妻俩不抱怨 不犹豫 其三轮卖起了锅贴 顾不上起名字 干脆就叫正宗锅贴 我自己早上六点钟起来 骑着三轮车 为了节省了一点钱 跑到批发市场 批发酒黄 一斤酒黄三块钱 再加点肉下来 一一盘过来 挣几毛毛钱 李湘恒亲手打造了炉灶和所有工具 随着生意火爆 炉灶越做越大 大到只有他自己才能驾驭 足够大的锅底均匀导热 让锅贴受热的一面 焦而破 炙热的水蒸汽 在锅内循环焖烧 酒黄的水分 缓慢释放 汁水被猪肉充分吸收 最终奉献出 外皮酥脆 内里焦嫩的炸裂口感 炸裂口感 血涂 服口感 血涂 装 贴 石涂 水 国勎 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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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在此地立足的必是身怀绝学的豪侠 一块招牌就是一个家族几代人的荣耀与坚守 宵夜江湖的传奇就隐匿在这街巷的身体 马尘 机车游侠 马尔利胡辣汤的二代掌勺 每晚以一盆胡辣汤会八方十克 手起汤落 分量总是与十克的度量吻合 每天晚上十二点三点都可以来 几点都可以不来 马尔利胡辣汤 二十年前与撒金桥开宗立派 剑走偏锋 对于很多西安人来说 马尔利曾一度是宵夜的代名词 非常快 不然我来不去 没两个多块钱 从五两个人来吃 好好喜欢来做这个肉 加把膜是最低的 打得这个都能味道 他既然就吃的话 能接受的话 那么肯定是在正常量 或者比正常量还会多一点 但是我们胡辣汤宗旨就是肉丸特别多 马尔 放汤了 接着 马尘的拜拜马尔利 正是这碗宵夜传奇的缔造者 在马尔利出道之前 这碗胡辣汤是西安人标配的传统早餐 胡辣汤的根源可追溯至盛唐长安的杂烩小吃 因以西域胡椒调味而得名 辣牛肉特有的浓香 是回访最具统治力的味道 由它衍生的回访小吃 五花八门 而熬煮过腊牛肉的底汤 是这碗肉丸胡辣汤的精魂 胡辣汤的内容足够丰富 手打牛肉丸是无可替代的主咖 但搭配的蔬菜随季节更替 轮番登场 只要足够顽强 经得起妄妥的汇煮 都可以加入进来 成就这碗肉丸入口弹牙 蔬菜久煮不烂的肉丸胡辣汤 胡辣汤没有这个勺子 拿筷子吃 西安这边叫不能卸了 不能卸了就是 拿筷子吃完以后它还是稠的 最后浇一勺油泼辣椒点精 味觉热辣 口感醇厚丰满